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王医师一起来讨论 抗老让时间不落痕迹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医师 大家好 我是贫富专科王兆庆医师 我想所有人都避免不了年纪 还有时间在脸上会产生纹路 还有肌部松弛等等的状况 是的 脸部的一个纹路啊 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是所谓的动态纹 第二是所谓的静态纹 动态纹路其实是我们脸部在做表情的时候 一挤压皮肤所形成的纹路 静态纹呢则是皮肤进一步老化的 由于我们的胶原蛋白 弹力纤纹跟玻尿性的减少 它都固定在那里 这两种纹路要如何做改善呢 动态纹会使用一点点肉的感菌素 去放松这样的肌肉 自然而然就改善了这个动态纹路的产生 静态细纹只要让皮肤老化的程度改善一点 自然就可以改善它 那像精灵电波 就是属于一个蛮好的改善方式 市面上这么多灵魂门路的抗老产品 我们要怎么样做选择呢 大家比较常听见的是电波 精灵电波呢 它是属于一种双级微针电波系统 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注入式的电波 把电波的能量精准地透过微针 注入到真皮层之后 才开始释放电波的能量 不用担心会烫伤表 可以在真皮层里面到达70度以上 在这样子的温度下面可以产生 腰原蛋白新生以外 我们还可以制造出更多的 弹力纤维以及玻尿酸 它对于静态的纹路上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效果 包含我们的颈纹啦 成年的凹冻痘疤 都可以同步地获得进步 那它算是一种侵入式的疗程吗 精灵电波是一种微侵入式的疗程 其实就跟头发扎到皮肤一样的程度啦 出湿度是非常高的 治疗完之后也不会很红 修复期很短 一两天内就可以被红了 它还拥有台湾TFDA 美国FDA 欧洲CE 韩国KFDA的四大认证 那针对肌肤松弛的状况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式 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检测 我们可以利用手啊 逆着地心引力的方向来推 可以推动的程度 就是我们下血的程度啦 这和以上这些素的特点 我们可以了解到 精灵电波是一款 温和又安全的抗老旧型 最后请王医师给予想要施打 精灵电波的人有一些建议好吗 首先我们要先认清楚 自己想要改善的扶植问题 接着可以找自己信任 有美感 有专业的医师来评估 并讨论出自己最适合的一个治疗方案 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嫩年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